你能猜到这是台湾的哪里吗 如果你还没有猜到 我们这一次流浪到哪 接下来这几位同伴口中的关键字 或许能让你彻底颠覆 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与玩法 本岛上面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去抓飞机 抓飞机 抓飞机 当飞机从那一头过来 那个声音其实非常震撼 我都跟着飞机一起尖叫 我们到跳岛道 的时候 刚好有看到野生的这个仙人掌果 很特别很好吃 两年前就想要帮他买 可是两年前他起不到 那反而今年三年级 他的身高刚刚好 这次可以特别带他来体验一下 我们去一个秘境 去欣赏一下这个比较少观光客去看的这个玄武岩地形 是的 我再帮大家整理一次 适合带亲子骑车跳岛 而且还能够抓鸡 不是抓飞机 看秘境 地点还在澎湖 来澎湖提到当地的交通工具 你一定会回答 啊不就摩托车啊 但有一群人 他们喜欢用单车 踏遍台湾 这次我们跟着太平洋自行车的脚步 不但要挑战小折游澎湖 更要在澎管处专业的领袭和导游带领下 深入澎湖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像我们这一次有没有 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说什么 去抱蹲 我们就是把我们原来传统一夜的这种骨衣法 然后把它做成休闲式的一个推广 洗车前觉得要热身 而澎湖式的热身也很特别 没错就是澎湖最传统的抱蹲儿 跟着剑步如飞的阿婆 我们一步一步往无止境的海平线走去 大风大浪阴晴不定的天气 加上一群人满山垛步的背影 哇看看这个配乐 怎么还没有开始期 就有一种人生下半场的唏嘘感 喂 就当海参集要大家快打退堂鼓的同时 阿婆总算停下了脚步 这个捕鱼鼓法抱蹲 是澎湖特有的文化 也是台湾最独一无二的捕鱼传统 在海底搭建金字塔石堆 借着退潮捕捉鱼群 但这个仙人的智慧应该有提到 如果你是长潮来 捕的不是鱼 而是一种搬石头吃水的浪漫 不过有没有鱼不重要 重点是来澎湖没体验个抱蹲 还真的别说你来过澎湖 为了怕一行人还没有骑体力就透支了 阿婆献上加菜 海边献破的鹅啊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对不对好吃对不对 好新鲜哦 对不对好新鲜哦 其实啊来这没捕鱼也别担心 阿婆早上自己先捕到澎湖特有的石斑跟钱满 绝对让你可以好好寄进你的武藏庙 吃饱喝足也日晚生 总算要开始一连串的行程 每位车友将自己的小车组装 而过程中最亮眼的 就是这台EBERTY 电动小车 它有限速吗 还是你踩多快就可以 没有它就是辅助到25公里 没有 那本来快快 可是你骑快就变成自己的力道在骑 对对对 超过25就是你自己的力道 可是这是法规啊 平路续航力35到50公里 还可以倒踩回充电 对在都会使用或者女性车友而言 真的是一大福音啊 不过看我们这个继承灰胁的模样 就知道 他还是决定用一般小车来跟澎湖对决 FIGHT LIKE A MAN 一行人兴奋的从马公室去出发 不过这次的行程似乎不止跳动 导游还要带着大家单车跳岛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 我们特别规划也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从南海码头 我们用包船的方式啊 人跟车 然后就一起啊 上船之后呢 我们首先会到达 珊瑚礁的 红珊瑚 宝石珊瑚的一个故乡 江津岛 这个是首创 还没有人可以带绞纳车上岛去骑的 从马公的南海码头上船 到旺安的江津澳 差不多航行需要一个小时 在船头吹着海风 看着澎湖海上的景色 也是每个人来澎湖跳岛过程中 最享受的时光 船靠岛后 大伙也正式开启了小折跳岛的行程 跳岛的第一站 江峻 第1 2 特产是什么 这个说到澎湖的特产 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今天能长 怎么吃 没有 没有 你说那个果汁哦 吃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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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仙人掌这种东西在澎湖 不是太多的商品了 找不到仙人的原料了 对 西湖本岛 本岛找不到仙人掌 蛮好吃的啦 微酸 第一批登岛的单车客 又能品尝到稀有的野生仙人掌 真的可以说是才第一站 就吃回票价 江峻澳算是澎湖旅客 比较少造访的岛屿 骑乘一圈大概10公里左右 人少加上距离刚好 对许多新手或者喜欢安静骑乘的车友来说 绝对是一大美丽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船返雨更是游客必防的地标 耸力高大辨识度极高的外观 从苦至今可以说是 旺安在白天的海上灯塔 而舵手只要从外海看到了这座船返雨 就知道自己距离旺安岛不远了 离开江峻澳 跳到距离10分钟航程不到的旺安本岛 这里的景点对许多澎湖跳岛的游客不算陌生 而大多人也都会选择骑摩托车在岛上绕一圈 但对单车客而言 地势形态的起伏反而成为一大高粱 这次的团里刚好有一些单车老手 他们的答案可能会让不会骑车的你都跃跃欲试 我其实非常适合骑车 因为主要是它的道路啊 其实非常的车辆非常少 而且风景啊路况都非常好 那骑车骑起来其实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即便你是一个入门骑者的话 我想骑起来也非常舒适 汪安岛的汪安口不但是绿席归缠软的故乡 更是IG网红来澎湖跳岛必拍的打卡点 骑车跳岛对体力而言绝对是一项考验 但这次团圈中却有一个年纪只有三年级的乐乐同学 是很难的 主要是小孩现在年纪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小三 我觉得这个骑这样的路程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那来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比较难 哪边你会觉得很难骑的 人家是小三哦小三都是这样哦 跳岛的行程前有没有特别做一下家庭的训练 训练哦没有呢我只是说抱着愉快的心情 平常在台北市也就是会骑骑加车啊往户外的方向走一走 真的吗他有带你去骑车吗 有啊 哪里 台北那边啊 台北那边啊 像今天跳岛这种经验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可以这么近距离迎着海边这样子骑乘 然后加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给我们这种很舒服的感觉 那对他来讲我觉得应该是这种体验跟这种帮助 应该是舒服的然后愉快的 对于脚踏车这种事情不是一件苦才事啦 将军跟汪安岛后 我们来到的是许多车友最期待的胡锦宇 但船才刚靠港 就被眼前的这条柱状玄武岩小枯坡给挣扎了 不过征服两次过的车友 他们的经验立马成为大家的定心丸 蛮轻松就不要被那个坡吓到 那个坡其实上去 其实新手还是也是可以上去的 第一次骑的时候当然会有点恐惧 不知道看到好像有点高 第二次的时候当然 还想要骑两趟了 本湖最高的是5200公分 5200公分最高点 所以大概只有50几公尺而已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大概知道说 因为在台湾本岛的话 可能很多高山嘛 这边海拔都是好几百公尺以上 但是这边海拔地再怎么样能够爬的情况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挑战 其实没有很陡啊 看似很陡 哇 真的特别啦 真的特别啦 有妹 有妹 妹 除了峭壁的山羊 嘿嘿嘿嘿 最大的亮点 就是耸立在一侧的柱状玄武岩群 从空中看去蜿蜒S型坐落在海上 而这个独特的地质结构 也让不少外国人前来朝圣 不过美景归美景 还是有不少第一次来的车友 拜祷在这个斜坡之下 至于我们的记者 有一个让他说什么 都不能停下来的理由 本来我想下来了 但乐乐没下来 我不好意思 害我不敢下来 乐乐太强了 快到了快到了 乐乐加油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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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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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那么快你看 小果手 我看到乐乐这样骑 我不好意思下来 哎呦 你怎么对速的人 你怎么可能 有脸在他前面下车 全部的人都踩上来 没看到吗 来到追日大道观景平台 这大大双手 围托的装置艺术 也是其来有自 一边日出 一边日落 如果来的时间正巧 还能自己抓准角度 还将独特的导致一油照 快点 现在太阳在正中央 来咯 一二三 而另一个湖景最大的特色 就是拥有北回归线 23.5度的纪念地标 搭配的幸福天梯 跟这个幸福 和尽一位 OK 也是来这岛上何以留念的 壁牌之一 提到注重玄武岩 大家比较知道的 是西域的池东大国夜玄武岩 但这次有地培带入的优势下 不少当地人才回去的私房秘境 也是已达两点 但 有件事我相当的好奇 就是这三天两夜的跳岛 那这个一路上 我们的记者都黏着 一个年轻女车友 实在很好奇 她到底在聊些什么 有时候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看到 啊 呃 应该在我们的苹果的那个 网站 新闻网站 那时候我们再加LINE 我再来LINE 不过你要先加会员 加我们采会员制 哦 对啦 相当的劲值的告诉大家 要加入这个苹果会员 这样才能看到更多 吃喝玩乐等独家消息 聊着聊着 来到之前车友提到抓飞机的地方 我不知道会有这条路线可以骑 过去也没有骑过 那当飞机从那头过来 那个声音其实非常真好 我就跟着飞机一起尖叫 哦 可以跟他爱车一起入境 其实这就是位于彭21乡道飞机场的南面 宛如台北飞机像的宽度 却有着更宽阔的视野 与拍照空间 其实如果没有带爱车来 带爱人来一起入境 也是不错的 车队最后来到西宇 这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池东大果叶柱状玄武岩 不同于湖井柱状的结粒 池东大果叶的结粒更为细致整齐 但领堆在这里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沿着小径 往更深处的颠簸石头路前进 难道他骑错路 那里面很值得看哦 里面很漂亮 超漂亮 哦 这里就是传说中玄武爷的终极秘境 三石壁 据说这里当年因为采集沙时 意外让柱状结粒外露了出来 而这个意外的卸垢 遭就出这一处秘境的模样 而前方低蛙处在雨后容易形成 一座水窟 拍摄角度的不同 更能将柱状岩的倒影之美 尽收眼底 离开西雨 穿过澎湖跨海大桥 我们一路从渔翁岛灯塔 到这里差不多有20公里的路程 车队从西雨乡也转站到白沙乡 这里有一处近年最夯的秘境 就是位于后寮的天堂路 这早期为了送王船所搭建的提到 一路蜿蜒入海 视觉无限延伸的想象空间 成为澎湖最热门的IG打卡点 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看好潮汐时间表 涨潮时千万千万拜托 不要冒险千万 这两年澎湖垂起了单车旅游 虽然可以更深入了解澎湖的每个地方 但却不是每个季节都适合单车环岛喔 真的 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在5月 应该4月份就可以来了 4月是我们澎湖 刚好是花火节的期间到6月 那这段时间呢 比较不热的时候呢 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澎湖单车旅游的日期 那这边的话我们本来就有 就是有推出的就是 有领骑达人带脚踏车的一个活动 那你们只要有5个人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然后进去勾选路线 那这边的话我们自行车的 志工会带你们领骑 不只只有在本岛上面 它会到七美望安 然后将军还有吉北湖景 来这边坐一个脚踏车之旅 你有多久没有骑车了呢 在家里附近骑 是否慢慢不能再满足你的呢 不如找一个时间来挑战澎湖 在不同的岛屿 乡村 秘境 聚落 体验澎湖逆风飞翔的 另类玩法 我们下期待 下期见 感谢观看